加加加 現在百物騰貴什麼都加價 今次輪到公屋加租了 房委會完成兩年一次租金檢討 預料全港74萬公屋戶 9月起最多加租一成 也即是住戶每個月要給多31至426元 消息說房委會今次抽查 4萬多個公屋住戶收入 發現在2013至2015年間 公屋家庭入息上升了16.11% 其中實施最低工資後 大部分低收入和低技術的 公屋居民生金加幅較大 在封頂機制下最多加租一成 對於今次沒有提及到免租一個月 消息說是考慮到公屋戶負擔能力上升 平均租金佔家庭收入比例 由2007年的9.97% 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9.1% 即是今次加租一成 公屋租金自07年起累計 都只是升了3.9% 認為公屋戶收入的增加遠超於租金增長 加上公屋本身已經有補貼 所以暫時不考慮再提供寬免 消息又說本年度的租住房屋赤字達到15億 租金上調一成後赤字會減少到6億 但若提供一個月寬免 赤字就會反彈到20億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王遠輝 初步不建議一刀切提供一個月免租 認為可以由租金援助計劃協助真正有經濟困難的租戶 但房委會委員郭偉強批評 房委會未有考慮經濟逆轉要求免租一個月 而對於受到原水影響的11條屋邨 房委會就沒有計劃提供額外免租 又啟程村居民表明反對加租 說原水風波未解決 他們仍需要飲用蒸餾水開支很大 我會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